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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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来我们公司面试 可以请你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吗 是 您好 我叫赵美美 我本科專業為會計及國際貿易 外語能力有英語、日語以及西班牙文 你說的這些我都知道 你資料上面寫得很清楚 不過我想要知道一些你資料上面沒有寫的 沒有寫的 對啊 因為我們最近有等級 想要找到年底以前就可以上線的人 是 可是我資料上面寫得很清楚啊 我這樣說好了 你有什麼興趣或是嗜好 興趣 嗜好 看電影 逛街 唱歌 唱歌 這個不錯 還有其他的嗎 好比說像是跳舞或是主持節目 對 對不起 我們都不會 這樣啊 好吧那沒關係 今天謝謝你來 我們如果有結果的話會再通知你的 謝謝 謝謝 喂經理嗎 嘿是 我現在在現場了 嘿 欸不不不等一下等一下 如果找不到人的話要我下去別 喂經理 喂 祝你能快點找到我們一起帶一個人 我們常在拍片時會聽到劇組不停的說著 接下來要拍特寫 中景等等的拍攝術語 在影片的世界中 它其實有個名字 就叫做景別 然而什麼是景別呢 就是畫面框柱被拍的角色或是物件的比例 從極大遠景一直推進到極大特寫 那這有什麼功用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短片的第一個場次 總共只有三顆鏡頭 分別是膝上 胸上 及特寫 但它有表示什麼呢 第一顆鏡頭說明了這是誰 它在哪裡 第二顆傳達到它臉上的神情 及行動 第三顆 則是開門的特寫 讓觀眾解讀 它要進入什麼空間 做什麼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景別 是傳達影片劇情說明的方式之一 而演員的表演 則是被框在這個有取景意義的景框中 但我們怎麼知道 劇組拍攝不同景別的目的呢 一般來說 中景至極大特寫之間的景別 強調的是我們所演的這個角色 包括了動作 情緒 或是強調某些局部 而中景至極大遠景 則大多用在說明角色與空間 或其他角色的視覺關係 或角色的行動或行動路線 再來看看我們的短片 兩個角色有各自的小動作 來表現其不安或是緊張 這裡我們使用了特寫鏡頭 來強化這個概念 而在雙人鏡頭中 我們可以看到 呈現兩人的相對位置 及對立身份的部分 則是用了較寬的景別 來顯示空間關係 所以演員的演出 其實經常會因為景別的尺寸 而有不同的表演重點 以上 我們先簡單的認識 演員表演 和鏡頭的景別關係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鏡頭 與演員表演的相關內容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到我們的影像學院 會有更多的訊息及內容 你就知道囉